駕駛的最方便 我从年轻开始山羊 我就骑了两三步 这个是第四股的摩托车 红旗线它是十字香蕉 那这个十字香蕉 当然它还是会受限于 它的服务患人 在高雄大众运输 尤其是轨道运输 它要见证的对象 是机车 高中生毕业要念大学 每一个家长都碰到 第一个问题 小孩子说要给你要摩托车 你就担心他骑摩托车祸 那你不让他骑 你要他怎么办 又大众运输又 有很多地方是原来 红局线没办法服务到的 那没办法服务到的人口有多少 我们初步盖部大概有五十万 青鬼呢 它就好像是一条项链 就把这些重大的建策 全部集去全 让高雄从一个丑小鸭 慢慢地变成高雄 充满了美丽 请市政府跟各个党派议会 要静下来去讨论 它的所谓的自酬款 比如说不管是六百亿也好 或者七百亿也好 你要卖哪一块地 你的收入其他要从哪边来 我们要先保有这条捷运 让它很正常的经营 再来慢慢地提升 你一定要高雄地下 大家来研究 第一个地下成本是十倍 那高雄 这是百年建设 这里根本导致 你的高雄 应该对4个月 有没有真正的 这个工业 我们拥有特殊 يعن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